据台媒报道,歌手小雅轩4月3日突然公开晒出半年前头部重创受伤的照片,左侧靠耳朵处有缝针的痕迹,照片中清楚可见伤口模样,画面触目惊心。 4月5日,她再次公开了受伤送医的视频,小雅轩半年前在美国加州拍MV,当时意外受伤,还可以看到她躺在担架上被送往医院处理伤口,医护人员帮她止血包扎的图像。 她虽然眉头微醋,看起来不适,但情绪还算稳定。